各位财神们你们好啊 我是搜一下就来的神经灵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三十二亿第三十四回 比起房租涨价 让人害怕的是不停不停的搬家 是你永远都没法在这个城市扎根下来 三十二亿直接反映了现实的生活 三个女人三种不同的命运 生命中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值得考量的 连悠悠的出现也是有意义的 虽然说她是小三不被人喜欢 但是这也是反映在现实的生活 林悠悠在第一次见到徐焕山的时候 就已经对徐焕山着迷了 她喜欢烟花 而徐焕山正好是烟花设计师 在林悠悠的心里 徐焕山满足了她对自己男朋友的一切想法 于是林悠悠不停的靠近徐焕山 就算知道她有家庭也从未止步 林悠悠对徐焕山是各种吹捧 这彩虹屁徐焕山听了也开心 几天相处下 徐焕山也被林悠悠感染了 林悠悠给徐焕山唱歌 顿时让徐焕山找到了年轻的感觉 而此时在上海的顾家为了家庭一直奔波 接了两个大单子 她立刻把好消息告诉了徐焕山 而此时的徐焕山正在和林悠悠一起去冰激凌 两人相处的异常温馨 早就把自己的妻子袍子恼后了 接下来这林悠悠是越来越过分 在徐焕山离开的时候 林悠悠特意送了一个玩偶给徐焕山 顾家不让徐焕山干什么 这林悠悠就带徐焕山干什么 徐焕山因为在踢球的时候 和另一拨人冷成了群殴 所以这顾家就不喜欢徐焕山踢球 这也让徐焕山有些不满 自己干什么都不行 而林悠悠不一样啊 在忙完了一天之后 林悠悠把徐焕山送回酒店 路上的时候 林悠悠特意把车停在了篮球场 拉着徐焕山去踢球 显示自己比顾家更贴心 徐焕山此时还有些犹豫 因为自己已经答应了顾家不再踢球 可是林悠悠却一直怂恿着 静不住活动的徐焕山 就踢得起来 跟着林悠悠的徐焕山 找到了曾经打学的感觉 也逐渐对林悠悠有了感觉了 徐焕山还以为顾家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顾家早就知道了 徐焕山出轨的事情 凭借着顾家的智商 什么蛛丝马迹都能发现 林悠悠还特意为徐焕山来到了上海 把徐焕山拉到自己住的地方 这一切顾家都是知道的 于是顾家找到了林悠悠 并且出言警告林悠悠 不该想的别想 林悠悠也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 于是主动离开了徐焕山 林悠悠终于下线 送她最后一程 警示顾家 这世界也太玄幻了